欢迎去看观点许课 预复 是 我们讲这一次的花莲大地震 让人家最害怕的是什么 这个石头也太大了 懂不看 这个石头根本就是两个人高 再接下来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 清水水到前面 全部都是石头 你在这边 你几乎无法幸存 再往上走 你看到没有 这个石头根本就已经把路给封了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 它已经开始 开车开车开车 懂不看画面 开车开车开车 发现不对 发现不对以后开始发布 去石就下来了 去石下来后 你就看 懂不看这个画面 它车子的扰道 就猫下去了 昨天整个地震完之后 有不同的一个大小的余震 那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其实真的非常可怕 你开车开车之后 发现不太对了 赶快到对象车道 结果巴鼓的过程当中 巴了 就下来了 下来了之后呢 它打到后面的屁股 那后面洗车进入机拍的这个 看到这一幕 马上中脚油门 直接一拜下去 就直接倒车下去 那大家想说 那我到底是要走内侧 还走外侧 其实真的是 大家有之一通啊 没有看过一条线 大家一起巴鼓走的 这个是说我们事实的 对 陈老师刚刚我们顾问一下 要靠三臂 要靠三臂 对他们一直就是说 陈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样下来的话 它有这个弹跳 这弹跳的话 它如果靠三臂的话 可能可以闪过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 现在这个人 他自己发在他IG里面 他说他真的吓到了 他说真的差点没了 石头比他还大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图片 这是他的车子 你看这个石头 跟他的车子的高度 是一样 这啥就来得了 他还好 只遭到猫到后面 整个人 幸好平安 对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命大 这真的是运气很好 你看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 是他已经在 巴鼓了 巴鼓的时候 他稍微停一下 顿点一下 所以下来 get it的时候 是打到后面 如果他没有停 那个顿点一下的话 他是整个就被打出去 如果他太慢的话 前面有一个 所以他等于是 刚刚好闪过两波 这就是他刚刚完整的画面 就是他发现不断了以后 开始倒车 对 他在倒车倒车的时候 本来以为说前面已经有落石了 他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落石居然从他的后方掉下来 那这个后方掉下来以后 刚刚讲 居然就砸中他 砸中他 他就吓死了说 那这个司机没事吧 他就想没事没事 因为只有 对就这样 就直接砸下去了 如果他没有顿点的话 他是打中他的逼柱 打中逼柱的话 就直接下去山沟了 因为我们回头来看 所以他的命真大 命真大 因为这个都是大理石 尤其他旁边的山的曲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下来的话 他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以他这个质量来讲的话 这台车 这台小客车 顶多一两顿 这个石头下去 就是一起出去了 所以说他的决策 他的这个判断 只要误差一点 对 快一点 慢一点 都会惨了 对 所以来讲的话 其实真的沿路看起来 真的有很多这种大石头的景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中和这个地方 所以刚才讲 他全部都是大石头 你看我就不知道他在推什么 你又推不动 可是这个石头也太大了吧 这个都 里面都是大理石 你看到这个石皮 你把它刨除掉之后呢 里面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个大理石 大理石原本以前在地下 然后慢慢起来之后 它裂解之后 所以假如有地震 它就会这样子从侧边 啪啪啪 一个一个砸下来 然后它的量体都非常的大 所以只要砸到 你根本是无路可逃 所以你看 它整个崩下来之后 其实你沿路过去 不管走内侧 走外侧 它是整个一面崩的 都是巨石 对都是巨石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说 刚刚那个中衡 中衡里面不是有一个 那个精英的 太鲁阁精英的员工吗 他们那个小巴士 大家看到才可怕 你看这个是 惠德隧道出来以后 你看到没有 这个车子完全毁掉了 这个车子整个下来之后呢 就直接被打了稀巴赖 另外一个 我们刚才看到 其实有空拍机 空拍机呢 在上面 然后呢 烟雾迷茫之后呢 看到里面有一台车 Zubin进去之后啊 车体还在 可是 所有的天窗 现在不是很流行吗 就是我不要把整个天窗打开 我要用很多层的天窗 对 这个总共是砸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 真的是非常厉害 它逆向 赶快跑出来之后 因为整个大山坡 已经是整个走山了 出来之后呢 要转回去 还记得打方向灯 我觉得我们淘湾人 真的是被训练到 非常的厉害 在打方向灯 逃难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时候 其实它从烟雾里面冲出来 它根本不知道是左右车道 出来之后发现 我怎么逆向 还记得打方向灯 然后网友就说 我们台湾人 被检举到害怕 连逃命的时候 都要记得要打方向灯 好 这张导播我们看 这台车刚刚讲的 这台车几乎完全被撞毁 你看到没有 这台卡车 车头也全部撞毁 这台卡车的顶部 也都毁掉了 其实宝贝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啊 不管你打到哪一个地方 那个是大理石 盖了之后呢 就是咪咪貌貌 那你这个车子的话 因为它在梳花改 其实我觉得运气 非常非常的不好 如果它打到后面的车斗 那还可以逃过一命 就是这么刚刚好 因为大理石 它旁边的山的坡度很高 弹掉之后呢 就打到驾驶座 如果你打到副驾驶座 人也还好 它就刚好打下去 所以当你打下去的时候 打到哪里的话 就只是这个原因而已 没有地方跑得掉的 好 那另外就是 今天大家也都注意到说 太鲁格精英的员工 被困在酒需头 酒需头 因为我这个地方常常去 这个是刚刚盖好的 它盖得还蛮完整 蛮坚固的 就没有想到 导播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车子 居然被炸的全毁 炸的全毁之后呢 它那个石头 石头就直接 猫在这个车子里面 我们先告诉大家 酒需洞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民隧道 民隧道 大家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H缸啊 这都有一个加强结构 上面还有这个 灌浆水泥土 要挡住的一个加强水垢 结果呢 前后断掉之后呢 人躲在这里 躲在这里呢 拿着这个红旗 在那边回 希望可以求救 车子 那台车子多大 那是一台小巴 小巴 是太乳格精英的小巴 放在里面 结果呢 竟然上面的大理石 穿破了这里 穿破了它的民隧道 上面的加固工程 然后砸下来 不偏不偏 砸到后面 你知道吗 那个石头 大理石的石头 砸下去之后呢 那个重量加速度 让整个车体 转了180度 整个前变头 头变尾 然后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从这几张照片 就看得更清楚了 直接撞到后面 这个石头 刚才陈老师有讲 这个石头两顿重 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 如果你平常 你要去他们饭店的话 你在花莲车站 他就带中巴来接你 这个中巴非常非常的重 但是呢 这两还 在这车子里面 有两个石头 两个 两个 一个 两个 对 砸下去之后啊 他们现场都说 他就像是钉杆一样 整个就钉住了 这个时候看起来这么大 对 这个东西 大概两个顿洞 如果你那时候 车上有人的话 你根本是 跑都跑不了 直接挤压变形 就会 党场 上市在这里 那刚才讲的 现在 有人和矿场的员工 他也被困在里面 那这些员工 照理讲 我对这个地方 应该非常熟悉哦 他说他们下到什么程度 他说那个落石 一直一直下来 刚才不是讲 那个大石头很可怕吗 他说那个小石头 也很可怕 那个小石头像什么 咻咻咻像子弹一样 对 其实我们讲过 在花莲这边的话 你要是害怕地震 你根本没有办法生活 因为太多太多地震 但是呢 他们已经看过这么多地震 在这个和人的矿工这边的话 砰砰砰砰砰砰 他们说下来的速度 其实一路上上面都是落石 而这落石 为什么速度会这么快 因为他的山非常陡 再加上很高的山 所以呢 两三百公尺下来的话 那些落石 其实就像子弹一样 所以这些就是和人的矿工 对 和人的矿工里面 他说这个这么熟悉 居然根本不知道该往里跑 因为那个碎石就像子弹一样 四面八方而来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方向就是往哪里 往有沙包的地方 先躲到沙包的后面 因为整个砸下来之后呢 你根本是没办法逃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你这样下来之后啊 重力加速度 而且他是四面八方 是整片山下来的 所以他的面积是非常大 你根本来不及逃走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摇滑还是上下跟左右 对 所以现在刚刚讲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的地方 有落石 可是你到了市区 刚刚讲 那个大楼的倾斜 也非常可怕 因为这边在市区 所以它下面这里都是店面 店面的话 台湾人在那时候的 做法就是 我们的门厅要大 不能有柱子 没关系 所以统帅饭店 也是这样的一个建筑 没有柱子 对 所以统帅饭店那时候 就是门厅很漂亮 结果一地震 棒了 弯腰了 软角了 这间天王星也是一样 它有九层楼高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东西 结果呢 也是 你前面也是一个店面 它只有两根小小的柱子 地震一来就凹下去 所以其实 在台湾来讲的话 有非常非常多 类似这样的建筑 如果遇到地震 真的非常危险 昨天正在台湾 都经过了 那个非常惊恐的一天 而花莲人 刚刚讲看的画面 根本都是生死一瞬间 你如果回去 再看到那个开车 那个更可怕的是 他往前 他往后 油门快一点 慢一点 他每个动作 都会决定他的生死 你现在看到 这个幸福时刻也是一样 今天这个戴口罩 到底一样 他今天也面临生死一瞬间 他出来了 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突然要拿东西 他被一个人赶快拉 他如果没有拉他一把 他就在里面了 对 宝兰哥这是好秒之差 他必须要好好感谢 他问的朋友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别忘了 这一样的中心 确实在花莲 如果你只把镜头 放在天王星不对 还有一个这个叫做 北宾附近 有一家叫做 幸福时刻的早餐店 这一种大楼 也是应声倒塌 而当下发生的画面 是什么状况 就是已经开始 刚刚那个穿 短裤的把他拉一把 没拉就进去了 对 没有错 原本大家已经鱼罐跑出来了 但是呢 这名男子甚至想说 不对 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忘记去 结果往前一冲刺 他的好友把他手臂拉的时候 瞬间建筑物就拉下来 所以各位 如果说没有这个拉 如果说他在往前半步 很有可能他当下 就会直接命上至此 而状况有多紧急 因为跟各位讲 在这一栋北宾街的大楼 倒塌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所以真的是幸福时刻 也不幸中的大幸 而且甚至急忙到什么程度 你会发现 还有早餐店员工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 手上还捧着两盘蛋饼 等于说他可能煮到一半 本来要送给客人 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快走啦 快走啦 他本来要端蛋饼 对就是端着蛋饼出来 对 快走啦 可能客人打算说 不对啦 别再吃 别再吃 所以全部人大家跑出来 你看后面那个男的医院 他是跟着大家走的 他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他本来还想说左顾右派 说什么状况 我吃到一半 搖到一半 想要再叫我出来 所以他还想说 不对 我盘子放在里面 我要地坑拿 就不对 还会有他的好朋友 可能看到这个大楼状况不对 赶紧把他拦住 否则当下 可能整个人就没了 好那我们看到旁边有个立想饭店 他把里面的监视镜拍出来 里面整个过程 全程记录 对没有错 你看到这个立想饭店的厨房 他现在多严重 你要食物都煮好了 你们摆在那边 就开始胜 开始胜 而且他这个架子 越是完全松动 根本没有牢固的状况下 水都拨出来了 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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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子有没有 盘子一个一个掉 一个一个掉 上下胜上下胜 然后越胜越厉害 最后你看那个员工吓到在外面 那个火炉 对火炉 开始大地震 然后整个全部东倒西歪 那员工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好 全部煮好的食物 都全部撒在整个厨房的地上 你就知道多严重 而且这个 幸好他最后把这火关掉 那火没关可以得了 对他非常敬业 你看他整个全程过程中 他什么煮好的都不管了 他就只顾在他的火炉旁 他很清楚 如果这个火炉没顾好 到时候瓦斯外泻 到时候引发气泡 搞不好会有二次更严重的伤害 但不只是如此 我们带你看到整个饭店的大厅 大厅 对大厅 来各位你仔细看到 上方的水晶灯 原本已经开始摇晃了 不太正常 然后你看这个旅客 从小跑步 变成加速快跑 把腿就往门外冲 原本还在想说有兴致 要看接下来要去哪里玩 没想到要冲出去 为什么 你看那个水晶灯 这个洞的 这个抖动的速度 跟这个水母一样 然后开始所有的东西 能倒了就倒 能塌了就塌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 毅力不咬的 坚守在他自己的岗位上 就是这个收银员 跟那个厨师一样 厨师打死不离开火炉 而这个收银员 死都不离开他的四行仓库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啊 死守收银机 对死守收银机 我里面爽一毛钱怎么办 对 他一上风雨眼前 仔细看 这个前方他的所有眼界 索急之物 都开始摇晃 都开始颠倒 最后他真的撑不住了 为什么保抉哥 整个人被甩到 我们讲的监视器画面之外 他被甩开了 对他本来是抱着这个收银机不放 然后人整个就往后甩过去 你知道整个状况有多严重 甚至是有一个废弃的民宅 我们讲 真的是吓死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 原本有一个乡警车 你看 好端端的停在那边 可能不知道在卸货 还是在等人什么样的状况 结果摇着摇着摇着 突然间 事情大掉了 因为他靠在墙壁附近啦 他先算到没算到 竟然墙壁整个骨盒崩掉了 就这样砸到他的上面去 人家我们先前刚才讲的落死 这个讲的是什么 围墙直接砸到这个车子上面 吓死人 好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花莲女中 老婆看到画面 花莲女中的柱子 这样讲 他这个钢筋 真的就像炸裂开来 对 保雅哥为什么会炸裂 我们先跟大家讲成因 首先我们一再强调说 是因为是上下摇动 各位 你可能觉得上下跟左右 哪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当然有 左右摇就像你的好朋友 把你甩来甩去这种感觉 你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上下摇动是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有一个巨人抓着你 不断的把你往地上撞 把你往地上撞 把你往地上撞 你会发生什么状况 粉身碎骨 所以今天这些梁柱 遇到的状况就是这样 比如说像这个花莲的 这个我们讲喔 那个女中的部分 对 他为什么你看 每根柱子喔 最后都断延残屁 而且你仔细看 里面有钢筋 然后全部都弯曲了 有没有 都扭曲了 对 都扭曲变形了 而且他很明显的是 很像是有一个由上往下的硬力 硬生生的把它给 所被的压缩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地震不断上下 并断上下 不断上下 所以我们昨天的这个 颜洪源老师喔 特别跟我们讲 这种最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这种上下的硬力 当这种上下硬力强了之后 整个建筑物已经产生 结构性的崩坏 而结构性的崩坏 只要有来一个余震 轻轻的把它左右摇晃一波 宝洁哥请问这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倒了 跪下去 对 直接跪下去了 所以各位不只是在花莲 就连在新北土城 一样有一个地下停车场 大家看到 吓死人 只不过每一根柱子 各位你看到 没有一根是好的 对 全部都断裂了 而且这个断裂的形象 有没有 中间是瘦的 来 这钢筋爆裂的更明显 没错 看就这张照片 这个一样 外面的混凝土都已经剥落了 剥落了 你看这钢筋 这个钢筋都扭曲了 对 而且它是往外突出来 所以它这个情况像什么 有没有看过这种倒子一整串的 我把它用力的往中间起压 扑出来 扑出来 所以你就看到 不管是所谓的 我们讲土城 到花莲 甚至就连台北的南机场老公寓 全部都呈现一模一样的状况 而且甚至还有水泥剥落的情形 而最后再跟大家讲 特别是 现在有一个民众一直在抱怨 说我原本住在台中的这种房子 其实原本这种台中的房子 美丽店大厦 就已经遭到921的袭击 而如今就是各位看到 剥落的多严重 因为它原本是处于半微楼 所以现在这些住户只能讲 我不敢再住了 我急着求真 2万块我也要赶快去外面 出房子住 好 陈老师 刚才讲到的 现在在花莲 这个口不在哪里 它有大的巨石 然后那巨石你告诉我们 才知道说原来 我就在花莲 你到了宜兰就没事了 刚好在花莲这个地方 它是大理石层 那这大理石层下来 都是这么大块的石头 刚才讲 这个车子我还坐过了 这个车我感觉也蛮坚固的 结果没想到这个车子一砸 它就烂掉了 这招应在明隧道 为什么要盖明隧道 就是防止落石啊 对啊 因为防止落石 而且因为是工程上 没办法去防止它 因为它落石可能在 太高的地方 所以它就用明隧道去挡它 那既然明隧道也被打穿 所以这个表示 打穿明隧道 对啊 所以表示说 这个地震有多大 这个落石也很高的地方 扎下来才会这种样子 对 好 但你刚才讲 花莲这个地方 它就是大理石 然后这个大理石 就会慢慢剥落 然后它的重力加速度 才会造成这一次很多的悲剧发生 是 是 这一次 而且大理石一撞击 碎掉就像那个功能讲的 它像子弹一样 它一碎裂的时候 它石头破片是很尖锐的 喷出去那速度很快 那就像子弹一样 所以那种在 你说虽然没被扎到 但是旁边的话 一定会受伤 所以你就 那个就像雪梯子一样 就真的听到咻咻咻的声音 对 对 对 而且它说是从四面八方而来 因为它整个很大片的弱石下来 对 很多这种小的弱石来讲 它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 好 那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地震 正央刚刚讲的 这一次会这么大 昨天有提到 它是菲律宾板块 打到了欧阳板块 而且它是有一个 等于说是引墨带 这个引墨带是 值得台湾现在要高度注意的吗 是 这个引墨带来讲 我想全世界很多 很多国家很多地方 位在引墨带附近的时候 都会注意这个引墨带的 这种地震就是 因为它是会引发这种 比较大的 规模八以上的这种大地震 全世界这一百多年来 超过9.0的地震带 有十几起 你们就一起不是在引墨带 其他通通都在引墨带 好 那陈老师 麻烦您这边过来 就是这个你讲的 这个地方就是引墨带吗 那就是这个 是日本现在最关心的吗 而且这个在未来 它有可能发生 八以上的地震 而且发生八以上的地震以后 整个北部地区 都可能是它的受灾范围 对 因为八 这边如果发生一个八的话 那整个北部这边来讲 震度当然会非常大 因为它八的能量 比七大概大了三十几倍 三十几倍 所以八到七不是一几 不是一几 是多了三十几倍 三十二倍 所以你就知道 它位力有多大 那八以上 那你到九那根本不用讲 九跟七 你就三十二乘三十二 这么多 九百多了 对 好 那刚刚讲的是 在这个地区里面 非常严重就是 这个地方 你现在这个鼓吹说 大台北地区的老旧建筑 一定要赶快多这个一心 因为这个地方 刚刚讲 这个地方有个三角断层 这个后面也有个隐墨带 我们是处于危机当中 对 隐墨 这个三角断层在这边 这条就是三角断层 这条 就是这个虚线就是三角断层 对 虚线三角断层 那三角断层它是像 它是有个面 插到地底下去 然后是往这边 这个面是往这边 往台北市底下去 对 那地震呢 它会发生在这个面的比较下部 所以如果三角断层有任何错动的话 那大台北 台北市就刚好都在它的范围之内 双北都在范围里面 而且它的镇央 镇央会靠近台北市 对 东区这一带 这样 然后它地表的变动 最重要是在这个区域 新北市这个区域 它会下陷 它会下陷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康熙台北湖的那个层音 就是那边下陷了 所以淡水河 这基隆河水就倒灌 灌进来 然后就淹水了 然后会变中一样 所以以前豫永和到了台北 到了台北看到的那个台北湖 就是这个地震造成的 对 这个断层 应该是这个断层 可能这个断层造成的这个地震 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 而且你还特别提醒说 你按照九二一大地震的经验来讲 现在这个地震的余震会长达一年之久 一年之久 一年半 我看过 我做过它统计上 它大概一年半的 才会附近的地震的 地震的频率 才会降到原来的以前一样 马老师 现在这个是浙江日报 浙江日报特别做了一个 它的所谓的地铁的停运公告 本站这个开行以下的列车 现在停运了 为什么停运 也就是台北 我们刚才讲到 花莲外海有一个地震 地震不但造成全台湾大地震 这个震 还跑到了杭州去了 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写说 西安感到地震了 西安 我吓了一大跳 各位知道西安距正央有多远吗 多远 1600公里 1600公里 的西安感到震感 所以应该讲 我们是用花莲 然后往花莲它是往双北 往双北等于说是桃园这个地方 往西北走 西北走以后到了台州 到了杭州 这个路线一直往背 到西安去了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这是台湾 花莲的地震 经过桃园 到杭州 再上去 就西安了 好 那花莲这个正央 到杭州 735公里 照正波的地检效应 到西安应该没这么感觉 我告诉你 就到杭州 惊天动地 杭州摇了一塌糊涂 杭州还很明显 如果你有看路区 就知道这个盛一伦 盛一伦很帅的一个明星 这盛一伦家 盛一伦家 盛一伦他自己拍的 这是他家 盛一伦说他被吓到了 他刚好在杭州家里面 我告诉你 杭州的高铁 全部 停运 来 大家看 列车晚71分钟 你看人山人海 看到没有 这是杭州的高铁站 这是杭州的高铁站 停运了以后塞满人了 塞满人 我告诉你 而且 全部停运 全部都停运 全部都停止 我跟你讲 厦门比我们还厉害 所有的学校 全部疏散到操场 我们还没有这样子 厦门全市的 厦门也很严重 全市的学校 没有地震 对 现在微博肉收 台湾地震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什么 是吧 杭州地震 第四名是什么 第三名 还是台湾余震 第四名是什么 厦门地震 好 为什么杭州地震 这么严重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从满清覆灭 到现在是民国113年 113年里面 大陆发生 800多 是6级以上地震 全大陆只有一个省 没有发生过 6级以上地震 浙江省 所以杭州人 从来没被震过 第一次居然是被我们 花莲的地震 给吓到了 所以所有的保密 建筑物 所有高铁都停死了 好 惠生 当然讲的 台湾现在 台湾我们有台风 我们有地震 我们有很多的天灾 这些天灾 我们也想 代表有很强的韧性 这一次很多世界的报道说 他把台湾吓死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中正桥 不是摇着晃晃晃晃晃吗 他说如果是在美国 那个桥早就垮掉了 我们不是看到有一个高架桥 走在旁边 不是晃晃晃晃吗 他说那个如果在其他的国家 也早就倒了 他不说台湾这个品质 也太厉害了吧 是 真的是 其实这一个影片 在网路上 就是包括国外的人 都非常吃惊 一来是吃惊于 我们台湾的一个 这种桥梁建设 既然品质好到这种情况 第二个是吃惊于 所以他们无法想象说 一座桥摇成这个样子 还没事 而且上面的人 还很淡定 对 他说第二件事情 觉得台湾人怎么 要是他们早就吓死了 怎么台湾人感觉上 非常淡定 没有任何其他的那种 很惊慌失措的反应 甚至有人讲到说 如果是他 他可能会需要一条 新的内空 因为都吓傻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 我们台湾的相关的品质建设 真的是 因为我们在地震在上面 所以我们当然在这个品质上 是非常的讲究 第二件事情 因为台湾的地震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的台湾人 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已经 在生活当中也息息与共 但是这一幕 其实已经传到全世界 大家都开始探讨 为什么台湾做得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是台积电 大家反而认为说 经过这么大规模 规模7.2的一个大地震 台积电应该会受创 可能进一步牵动到 全世界半导体的一个产能 甚至有可能 好 导播我们来看 这几张照片就是 这是昨天晚上拍到的 台积电的停车场 你有没有发现 停满了车子 所有人全部都回去了 不但回去了 你就看到 这个工程车 气体车 所有的全部也都回去了 不是只有台积电的员工 连周边的厂商 协力厂商也都回去了 所以在今天刚刚讲的 台积电本身的设计 已经可以让这个灾难 降到最低 还有就算你有灾难 我的复原速度 也是非常快速 对 非常快速 除了你知道他们还讲 就是说他这个停车场 车子停得之满 是比平常上班运都还要买 就晚上进来 而且是整个晚上都是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其实除了台积电 自己的员工 几乎就是全部都进去 紧急来复工之外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连他的协力厂商 像是制胜 刚刚有拍到制胜 还有另外一家 就是远东的这家公司 它跟发商合资的这家公司 亚东气体 全部都回去 回去干嘛 就是帮台积电龙坛厂 赶快紧急复工 所以他们这一幕拍出来就讲到说 让台积电可以在 为什么可以在10小时之内 复工回到了7成以上 甚至今天都已经达到8成以上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上下一心 连协力厂商 不好意思 也总过来 所以Bluber就讲说 台湾的科技建筑已经升级了 有助于减轻地震造成的损失 台硕也没有影响 台硕是更另外一个厉害的故事 为什么叫厉害的故事 当时六清在新建的时候 前两年1995年 日本板神发生非常大规模的地震 而且那个板神那一次大地震 是因为土壤液化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路尔岛那边 有很多的炼油厂 都因为土壤液化开始 关系导致油外泄 外泄之后开始起火灾 所以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六清在那时候 刚好在进行六清的工程 他们看到之后 王永在在马上叫台座集团 包括李治村 王金树这些人 组一个团队 去到那边看 到底哪一些问题 去看板神大地震 对 去看板神大地震 然后认为说怎么样可以防止 因为台湾一样也是在地震带上 怎么样可以让六清未来 不会面临到土壤液化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台座这个六清 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填海造路 所以大概有2000多平的 公顷的土地是造出来的 所以他们那时候 特别花了50亿去干嘛 就用那一个整个 那个很高的400公尺 400公尺的一个钢柱 直接打在岩盘上 而且用所谓的一个什么 动力夯击法 就是有20公吨的大石头 然后这样子很高的情况之下 然后用吊车 这样一起密集的 夯夯就这样重点压制 这浅海造路居然都打到岩盘里面 对 那个岩盘 而且那个打的规模是非常庞大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多花了50亿 所以导宝我看一下 这个它就土壤结构 那这个地方 这一层都是高液化浅势区 这个地方很容易液化 那在这个地方 当人家讲 我觉得落水 夯 一直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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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个土给夯实了 是 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起重机 因为你要吊起来20公吨的一个 20公吨 对 很 所以那个起重机 我记得一台就好几亿 然后他们就是非常密集的 这样子去弄 然后每一个地方都夯 至少20次还是30次左右 所以他们就说 弄这个工程有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当然你成本一定要很够 因为那个机器才太贵 第二是你那个方圆摆你不能有人的 不然你这样夯夯 其他人房子可能就会垮了 等我看 我看到那个数字 我吓死他说 你就这样夯 这样夯 对不对 那个地震的二级 有人还可以到三级 你这样夯 旁边是会有地震的 如果你旁边有人更受不了 可是六星杭比较 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居住 就在这个地方 整个平地 我就建造了一个新的厂区了 建造了一个新的厂区 而且比较 我觉得蛮厉害一件事情 是这个时代当下 其实就增加了很多的成本 但是他们认为说 就算我增加成本 但是不可以有土壤液化存在 不然你整个六星这么大规模 这么多厂区都在那边 你只要发生一个土壤液化情况 它所骗零的各个地厂区 都会因此而受影响 所以说台湾在这个上面 他们是花成本的 对 你就看在九星 而且他们那时候还说 就是他某一种程度上 他也就是会非常的 应该谢谢就是说 板神那一次大地震 带给六星有这样的 学习的机会 就是说他们从中取得 一个学习的经验 所以知道 因为鹿尔岛也是一个石化岛 所以他们就从那样的状况之后 认为说我们还要再加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就会发现 你知道921大地震是1999年 对 六七是97年 98年入七完工 没事 不仅没事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当时全台大停电 六七那边还有电 所以他们就发现 就是说 他这样夯实是有用的 有用的 而且从那一次之后 不管后来的一些 台湾的几次大地震 六七这个部分 真的稳如 就是完全非常稳 没有任何其他 你说另外一个 让你也非常惊讶的是 大力光 大力光是挖在地底下 而且它的所谓的柱子 它的水泥的这个强度 都比一般的高出很多 是他们就说一般假设 你这个盖一个厂区 你需要的可能是什么 700公斤的一个水泥相关的 一个磅数的话 他们是它的三倍 至少要2000公斤 就为什么因为 磅数要加这么多 要加那么重 因为而且他们是往下盖 然后盖的就是又够又扎实 因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确保所有的一个运作操 把那个地震的风险降到最低 当然你要知道 你提高了这一些的磅数 或者是你把这个往下 往下施工 然后这么深的情况之下 它所寸土寸金 所增加的全部都是投资的一个 相关的成本 但是当时候他们的一个创办人 也认为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这个风在地震带上 我们的工厂一定要非常非常安全 所以这样的 朱细忠之前就讲过 大力光人家打五个机桩 他要打十根机桩 别人用700磅的水泥 我就是用将近一两千磅的水泥 别人两天就可以干了 我这个干的时间 我要让它一个礼拜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 你知道吗 从一个礼拜以上 两三天就干 这都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工程 牵扯到工程 你就会影响到整个成本投资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些老企业家 老一辈的企业家 在成本跟安全上 他们都会把安全置为最重要 因为他们知道 你要行得 你要把整个公司 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安全是绝对不可以打折的 好 宇萱 正在讲的 很多的老建筑 它都有它特殊的工法 这两天解密了一个资料 我看了以后也非常神秘 就是万神殿 为什么可以两千年屹立不摇 它说万神殿的混凝土 古罗马在做万神殿的时候 这个混凝土可以自我修复 对吧 因为我本身 亲自到万神殿这边看过 而且那时候看到景象很特别 就是说一般来讲 这是万神殿 对 这就是万神殿 一般来讲 两千多年的骨鸡 应该要怎么个保存法 周边都封锁线架好 对不对 结果不是 他们是所有市民 你想摸就可以摸到它 而且附近都是摊贩小贩 可以摸 对可以摸 这不会坏掉吗 不需要保存 就代表它对它建筑物的坚实程度 有相当的 两千年 对 两千年了 就你看到整个人来人往 甚至有小贩在那边做生意 但现在科学家解密说 这个万神殿为什么这么牢固 因为它的混泥土 它的水泥 拿马扣 跟一般人的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不一样在哪里吗 各位 罗马那个时代 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件很特别的东西 火山嘛 那个时候它的火山很常喷发 所以他们科学家在检验发现说 不对啊 这个万神殿怎么可能两千人 而且保险哥 它有没有两柱 没有 它有没有钢筋 没有 它有没有任何的支撑物 完全没有 它就是一个球形 不是以前他就觉得 你这个圆顶怎么做出来的 对 各位它的占地面积将近快到两千平 而且它这个做一个完全的圆顶 各位你这个圆顶知道它奇妙在哪里吗 它里面刚好可以容纳一个正球形 太神奇了 正球 对正球形 就是说它的 正球很难耶 它的直径跟它的高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再讲一次各位 没有任何梁柱 没有任何钢筋 没有任何支撑物 所以他们的关键密码在哪里 欸我们讲 即使是现在你要做出正球形 也只有NASA的实验室可以做出来 对叫做鬼斧神工 各位啊 结果发现它的混泥土大有学问 第一点 它的整个壁后呢 底部是大概7.6公尺左右 然后越上面越上面 越厚越薄越薄 所以各位你懂了吗 它跟我们的建筑物 头重脚轻完全不一样 它是脚重头轻 所以能让它的建筑物能够稳固 再来它有一个叫做很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 你是说这开什么玩笑 真的还假的 真的 它的水泥会呼吸 它的水泥有生命 就是说你现在有裂痕对不对 它的水泥会自动愈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采用了火山当中的火山灰 水泥可以自我愈合 对 我们知道任何东西 你只要有震动 你要怎么样 这个所谓的闪失你的水泥都会裂开 它裂开以后又自己复活起来 对 因为它里面呢 它科学家研究之后才发现 哈佛大学的学者还有这种我们讲的麻省理工 特别去研究这个水泥 太神奇了 2000年不会倒 水泥还会自我愈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 里面掺杂这种火山灰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钙性物质在里面 各位你就现在看到这种白白的 而且有红色的斑点 就这个 对 这种钙性物质 哈佛大学做的研究 跟MIT同时做的研究 对 它们共同研究 而且这种钙性物质 它们会发生什么状况 是不是有裂痕 对不对 有缝隙对不对 这时候只要有雨水流过 这时候这个钙会跟有生一样 它会看到那个缝隙在哪里 配合着水 各位有没有看到 就这个 你只要有缝隙 然后我会慢慢把它给填补起来 然后就没事了 对 这个钙它会自动生成成这种 我们讲的钙或碳酸钙 碳酸钙的方式 然后把这些缝隙全部填补起来 后来他们仔细研究才发现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脆性奈米物质 脆性奈米颗粒 奈米物质 对 各位你看这种科幻电影 都有这种奈米颗粒 会自动修补就真的 因为在这种 罗马的万神殿里面 就发生到这种景象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甚至科学家 多有兴趣 把这个物质 想尽办法 用现代科技的方式 把它复制出来 虽然有点像 但是还有点不一样 但是后来发现 真的 我把它刻意弄一个裂痕 结果默默的水流过去 各位一定要水 水流过去之后 自动愈合 所以你讲 是不是会呼吸的水泥 因为跟生命体一样 需要水 它就会自动愈合 这也是罗马万神殿 为什么能被众神眷顾 而且两千年完全不醉的原因